而旅美投手倪福德今天也在棒球训练营当中现身了 他担任的是主考官 而在现场呢 倪福德也被问到目前和中华职棒中心兄弟的合约进度 对那倪福德呢 他是不愿意多谈合约的问题了 不过他透露回台湾打球的意愿相当高 好久不见的土地公倪福德再度在台湾球迷面前登板投球 对决轻棒训练营中的前例小球员 目前倪福德跟中华职棒中心兄弟的谈约期限 只剩最后一周 球迷都相当关心倪福德到底有没有机会 黄袍加深变身黄金土地公 这段时间是谈蛮久的啦 那我其实我也有把一些很多想法 已经交给公司去处理了 其实我买意愿回来意愿蛮高的 因为其实台湾本来就是我的家乡啦 回来打棒球没有什么不好啊 如果17号之前 倪福德跟中心兄弟还是没有取得共事 就只能透过明年期中选秀 重新加入中华职棒 这半年的空窗期 倪福德也不排斥回到美国加入独立联盟 其实也不排除再回美国去独立联盟打 对啊 因为毕竟你选秀还有段时间嘛 对啊 还是得要让自己动一动 倪福德如果顺利加盟 中心兄弟 渴望跟本土王牌郑凯文 组成先发左右护法 郑凯文同样来到青棒训林 担任主考官 他也借机向球团喊话 希望争取更有保障的复数年合约 当然自己也会想要签复数年 因为对自己也比较有保障 那也会比较安心的在球场上发挥 那就是不用每年到球季末 就是还要担心合约的问题 然后先捨的问题 球团跟球员之间的合约 蜡局阵 以下是职棒休兵棋的重头戏 到底倪福德跟中心球团 有没有机会再去前沿 相信不止项米关心 其他三队球团也绝对会高度关注 土地公未来的动向 有点TV 伍佳佑 魏楚玉 台中报导